Pilate,哇,现在很出名,哎哟,动不动啊,就拿一个,呃呃呃呃,就去穿一个Sport Bra,去一个Pilate那边,有一个很美的机器啊,这边拉一下,那边拉一下,那边拉一下,OK,所以人家讲Pilate,是现代的瑜伽,瑜伽太闷了,我们要做Pilate,身为养生的人士,我想跟你讲,瑜伽如果他的standard在这边,Pilate在这边,Pilate跟Yoga完全不在这边, 在同个层次,就打个比方,好像我们吃榴莲这样子,我们吃榴莲,你去一个,你吃一个泰国的榴莲,OK,你跟吃一个马来西亚,可能槟城山上的黑翅榴莲,都是榴莲,可是它的价值完全不一样,这个就是Yoga跟Pilate,可能看起来Yoga也是拉来拉去,也是拉筋,没有错,也是有拉到,Pilate也是拉筋,可是它的内涵不一样,差别在哪里? Pilate只在乎物理形式,就是讲你的身体拉得到那个筋量没有,拉了过后有没有比较舒服,拉了过后有没有出汗,可是Yoga,它本身的价值,是心灵层面的,OK? 在Yoga的整个系统里面,它了解到一点,我们每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,我们只有两个工具可以让我们生存,好跟不好,你可以生活到很富足,或者生活到很痛苦,就取决于你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两个工具。 第一个工具是我们的脑,我们的思维,我们的mind,第二个是我们的身体,有一些人,他的脑每一次跟自己讲,这个东西不可以的啦,这个东西很难的啦,这个东西很负面的啦,他做什么都做不成的,因为他控制不到自己的思维模式,他的思维永远都是在负面的。 另外一方面的人是控制不到自己身体的人,OK?看到女孩子,哇,没有办法啦,我要开始去做一些东西了啦,控制不到自己身体的人,所以到最后啊,这两个工具你要讲去很好地去控制自己的思维,怎样很好地去控制自己的肢体,这个才是Yoga的真实目的,它是一个系统,让每一个人能够学习去控制自己的思维,控制自己的肢体,然后从中去放大自己的身体, 生命价值,而其他方面呢,像拉到筋啦,会流到一点汗啦,肌肉越来越好,这些全部都是biproduct,全部都是额外的利处,并不是中心点,当你了解了Yoga跟Pirate这么鸿沟的差别,你才会选择属于你自己的运动。